最近的郑爽可以说是生活在风口浪尖上 因为参加演员的单身与张子怡的冲突 被网友疯狂吐槽 从演技到人品 被批评的一无是出 直到最近节目正式播出 张子怡澄清是节目需要的演习配合而已 而且之后也有人为郑爽证明 表示是节目组的剪辑问题 才造成了观众对郑爽的误会 不过可能是因为之前经历的多了 这些小插曲并未对郑爽的心情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日前网上爆出了一组电视剧《绝迷者》开拍的照片 照片中男主角董大为一身民国风 复古风衣帅气十足 而身为女主角的郑爽 则身穿灰色大衣 内搭白衬衫和小黑裙 显得活泼可爱 不知道是不是休息时间 两个人边走边笑 手里还拿着烤红术 看着这么有爱的画面 王勇纷纷表示期待 影片《绝迷者》以二战为历史背景 讲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期 是一部动作剧情叠战大戏 剧中郑爽饰演的女主角 从街头小混混 逐渐成长为间谍特务 这样的人设也让不少粉丝期待 郑爽的转型之作 本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网友